Hello,大家好 我们村里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 在这座大山里面有一某农田 不过因为这几年身体原因年纪也上来了 行动不方便 这一某农田就没有种什么稻谷 还有蔬菜之类的东西荒废掉了 不过呢,就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农田里面竟然长出来了一种 非常值钱的植物来 现在这个季节 这个老奶奶每天来这个农田里面 摘这种植物的花朵拿去卖 一天都能收入三四百块钱 非常的羡慕她 今天就来这边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农田里面 到底长了什么值钱植物呢 好吧 来到这个农田里面就可以看到 这些植物都已经开出来的花朵 在远远的地方 我就已经闻到了这个花香味 而且引来了特别多的蜜蜂 可以看一下我眼前这种植物 非常的多 满田都是 就是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在我们这边叫金银花 哇塞 真的是非常漂亮 它的花朵开出来 有一点像那个喇叭花一样 它的花瓣非常的漂亮 而且还有这种呼吸一样的 这种都已经开出来比较久了 有点成这种黄颜色 然后像这种刚刚开出来没多久了 就是白颜色的 还有很多这种花蕾啊 这种都是没有绽放开来的 像这种如果摘到来用来泡水 就非常的好啊 今天就摘一点点 回家里去用来晒干 泡水喝 奶奶这几天每天都会来这个农田里面 摘这种金银花 刚刚从那边进来的时候 那一片农田 奶奶已经摘的有一半多了 然后这片农田好像是没有摘过的 来之前我已经给奶奶打过招呼 然后给了那个一百块钱 给那个奶奶 她说让我自己来这边摘吧 而且可以随便摘 因为在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啊 所以说直接用这样子拉就更快一点 而且这种带一点叶子还更好一点点 奶奶每天早上很早就会来这边摘 摘了之后啊 就会拿到家里面去晒一下 晒干之后啊 拿去卖 非常的贵啊 她现在这段时间 每天靠摘这个 一天都能收入300到400块钱左右啊 非常的羡慕啊 因为这种金银花用来泡水和非常的好 在大人寺里面啊 还有药店里面卖的都是非常贵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她有多少了解的啊 很漂亮啊 哇 真的是非常过瘾在这边摘 现在这一桶都已经摘满了 在这边摘了一会儿功夫 就摘了这么多 这里还有很多啊 这些到时候就奶奶来这里摘了 像这种金银花 用的来泡水非常的好 在市场上卖的也是非常的贵 这个老奶奶每天都来这边摘这个金银花 一天都能收入300块钱 非常的羡慕啊 这里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我们要回去了 拜拜